大家好,我是安東尼,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安居多倫多 對於我來說,聖誕節的時候也休息了兩個星期 現在開始準備,又要重新重新我們工作 就好像上一條影片,Rion 這樣說 我們會盡量每個星期,起碼一條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一個讚好,最重要是分享我們的影片 給大家親朋職友看,多謝多謝 預祝各位,新年快樂,假期愉快 希望2023年,個個找多些身體健康 同時,疫症遠離我們 好了,說回我們今天來這裡 就是Warden和Highway 7 就是拍一個朋友,他們看過我們的影片 他就跟我說,希望想看一下 這裡的新的townhouse 而且裡頭是可以安裝電梯的 而這個朋友呢,他住得比較遠一點 他在美國那裡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特意應這個朋友的要求 我們看到有新的放盤 而這個放盤的townhouse 它是可以內置放電梯在裡頭的 亦都給他看了 簡單介紹一下這間屋先 這間屋現在放盤130萬 它會在1月15日集中收購 而這間屋大概的尺寸是2000呎多些 它就是三間套房 但是它就沒有床 而它後面就有雙車房 雙車房停兩架車之外 它在外面還有一點點的位置 勉強可以多拍一架車 而它的地稅就接近6000元 說回這個區域 在Warden和Highway 7 有幾方面 住在這裡的人都知道 這裡就是正正萬錦市的市中心 所以去哪裡都很方便 那好吧 不如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這間屋有多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這個區域了 首先就在大門口這裡看看 在這裡的左手邊 這條樓梯 等一下就是上去上面那裡 而這裡的右手邊 就有個偏廳 我們先走到這一邊看了 有兩級樓梯下來 那這裡的走廊 就有幾道門 首先這道門 左手這道門 這裡有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它暫時就是做著一個衣櫃 其實這個就是預留了 用來裝升降機的 等一下它每一層都有預留這些位置 在這裡我們會逐層跟大家說 而這裏呢 就有一個大的空間 在這裡 再過來 這裏呢 就是一個車房 雙車房 然後 最後 這裏右手邊 這裏是個暖爐 的位置 好 這一層呢 就不是那麼大 所以就看完了 那我們現在直接就上去上面那裏 那裏看看 那裏呢 一上到來 它這裏就分了兩邊 那就 右手邊呢 就是另外一個廳 這個廳 而這個廳 這一邊呢 就有樓梯 等一下就上去看那裏的房間 那這裏門呢 就是剛才說的 它就是預留了整升降機的位置 那現在暫時的屋主呢 就是做 放酒的酒架先 那就過來這一邊 那這裏呢 就是個廚房 餐廳 還有一個Powder Room 那它們全部都是不鏽鋼的appliance 再加上這裏呢 9呎樓底 就不會有什麼壓迫感了 那再過來 餐廳 還有一個小的廳 在這裏 那這裏呢 就有一個門 開放出去 那這裏呢 就是後面的雙車房呢 對著 對面的 Townhouse 那這裏呢 就是後面的雙車房呢 對著 好 那我們就繼續再上去看看那些房子了 那我們上來這一層呢 就有兩間房子的 那首先我們看右手邊這間 那這一間呢 那這一間呢 都是一間套房 而它都有一個小一點的walk-in closet 那這裏呢 那洗手間都不算小的了 那洗手間呢 都有窗 然後再過來看另一邊 那在另外一邊之餘呢 那一邊呢 那也要介紹一下這個位置了 那這裏 鋪了出來呢 亦都是用來擺電梯的 而這裏的位置 就是Washer & Dryer 好了 進來另一間房 這間也是一個套房 而它的洗手間對面 亦都有一個小的Walking Croset 而這間面向後面的房間 就稍微大於剛才那間 好 我們再上去上面看 這裏上到半層的話 它就有一個儲物的地方 再上到上面 這裏就是主人房那層 這個主人房 還沒進去之前 它這裏有一個書房 的位置在這裏 再加上有個騎樓 就看上去 就看上去 這裏對面 就是看到天主教堂 這裏的房間 還有靠近Berchman 那一排 HIGHWAY7那裏的房間 那裏的房間 這個位置 就是接近 WARDEN WARDEN 和HIGHWAY7那裏的房間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裏 這個 亦都是 製造電梯的 製造電梯的位置 製造電梯的位置 在這裏 進來看看 一樣超過9尺的樓底 在這裏 在門口的右手邊 有個WALK IN CLOSET 那裏的架 都全部製造了 那裏的 再過來 這裏的洗手間 唯一 可以彈一下 就是這裏的洗手間 比較窄 那裏 但是 有BATHTUB 有SHOWER 都整齊了 那裏 再加上這裏 主人房外面 也有個騎樓 好了 那最後呢 就和大家走到後面 看看他的車房 是怎樣的樣子 OK 大家看完這裏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想呢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裏 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知道的 隨時歡迎聯絡我 或者我Partner Ryan Chan 那我們會盡快把資料給你們 那這條片就到這裏為止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對於多倫多的樓房買賣 或者樓花需要更多的資訊 歡迎你們隨時聯絡我們 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sadletoronto.com 特別是樓花這一部分 你在我們的網站那裏 拉下去下面 就可以找到最新的葉滿樓花行程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裏為止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 的虛胸 第二集 那